哈囉大家好 我是貓咪馬鼠 那今天呢 我可能會拍類似一系列的 就是 去一些地圖的方法 那 由於資料戰呢 我之後不打算再放圖片 那可能要以影片跟文字為主就好 那我今天呢 特別要講一下就是 成都地區的自製地圖 那我個人那時候好像是把它稱為亞馬遜 那去亞馬遜的條件呢 很簡單阿 基本上呢 除了成為冠軍之外阿 你的這邊 Membership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MS 也就是所謂的會員 那你是要Activity的狀態呢 那會員去哪邊買呢 這邊 那還好 剛好這一次也可以順便講喔 他這一次 多了兩個 我們平常都是用30天的喔 那這一次呢 終於把15天跟60天的把它用出來了 對 那之前好像有特別反應15天的這一個 OK 這不是重點 OK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來到這邊的這個港口 那這個港口呢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完成風源之後 他會多一個選項 請問你要去水晶室嗎之類的 那我們就選上面那一個 OK 那我們就去 這個島嶼喔 OK 那這個島嶼呢 基本上有BOSS 那目前剛好我這一次拍可以講一下 這個這邊的BOSS打三次可以拿到騰騰蛇喔 OK 那呢我這一次拍的做法就是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了 那我會簡單 秀給大家看一下 神奇寶貝 這 這邊神奇寶貝分佈的部分喔 那當然我會把它做成資料 讚 OK那這是這一張圖的部分 簡單帶過啊 OK 那這邊呢可以抓到啤秋跟這一隻 對 這邊可能重點主要是這兩隻喔 那 目前他的部分呢 我 我還是有測試過還是只能進化成 那個 倒三角形的那 頭在地板上那一隻啊 啊 柯波拉 對對對 OK 然後呢再來我們就會走 走來這邊的洞窟喔 那這邊的洞窟呢 那時候曾經有人問我說 請問防禦的努力值在哪邊練比較好 基本上我那時候是蠻推薦這裡的 對 那這邊只要時間對阿 基本上都可以喔 OK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喔 踢開口了 對 喔 全天都有喔 那也會有超音符喔 對 喔 那超音符也是全天的樣子 對 那練速度跟努力值 那這邊會有一個商店 那這邊的 喬依小姐呢 可以 免費的補喔 那這邊是還算蠻好練的 OK 再來出來呢 這邊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喔 最特別的主要是在最後一張圖 OK 馬上來 過來 帶大家看一下喔 OK 那我可能還有兩個問號 對 那可能改 呃 比較 有改的地方就是之前可以遇得到那個 大二 現在遇不到 那這邊可以抓到小G2 那這兩隻呢 就是沙盒 對 那時間 呃 因為我並還沒有 我還沒有抓到他 對 所以呢 就先跟大家講 這兩個問號是沙盒 那剩下的大家就可以稍微對比看一下喔 OK 那我今天呢 很簡單的一個講解就稍微到這邊 那也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地區的分佈圖喔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